黄一博《场空之王》预售票房一期绝成 是其他影片高善养止的存在 然而人生路不熟之后口味发酵 不仅拍片从10%逆袭成为最高 票房也一直与《场空之王》呈现交助态势 在假期最后一天M演专业版认证 人生路不熟以5.09亿票房拔得头筹 黄一博《场空之王》于4.62亿屈居第二 假期电影大盘依然低迷 总体票房还是比以前差了不是一点半点 很多观众反映没有一部电影让人有想看的欲望 有的演员根本堂不起票房就贸然挑大梁当主演 虽然勇气可嘉 票房看着实在凄惨了点 电影工作者愿重而刀眼压 尽管影视寒冬季还没有过去 人生路不熟票房冠军目前看来也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没想到不久之后有一个词条上完热搜 这个词条是《场空之王》陈假期总票房冠军 这下网友们圈了冠军只有一个 没有双黄蛋一双 到底哪来的两个冠军呀 看热搜下面发的帖子 终于把瓜吃钱了 原来是王一博那位赫赫有名的搭房 看了头像见了词条 而且加上预售《场空之王》变成了当中无愧的票房总冠军 但问题是两部电影还在继续上映 现在就刷总冠军则条为免操之过急 看一下网兽战比 人生路不熟是99.04% 《场空之王》经59.99% 顺制地狱已经躺平的今天救援 这背后的可操作性和助恩律令人胆寒 国内对《场空之王》的评价呈现冰火两重天 英语区的评价也有一定的参考性 没有汤姆克鲁斯坐在战机中那样精彩的高空表演 整体与第一部壮志淋漓一样糟糕 动作场面的剪辑不够清晰 导致电影看得让人很难理解谁是谁 他们在做什么 更像是一份真心文件而非一部电影 能理解王一波粉丝 每次看到对《场空之王》友善的评论就心体热狂 看到质疑的评论便暴跳如雷 因为在他们心中 王一波是独一无二的 他拍这部电影付出的艰辛和努力 不应因为他流量大而被忽视 以王一波目前的实力和演技 如果第一次主演的电影 就全是夸赞和意味之词 那才是华天下之大鸡 张古荣和莱安娜多这样的天才 都是演了不知多少年才获得观众认可 何况王一波在电影圈 不过是初出茅庐的新人 虽说冠军这个位置很重要 他也不必那么有胜负率 更不必那么执着 因为最重要的还是看电影的常委效应 看谁能笑到最后 在没有助F没有人为操控的情况下 月珠热血燃情的场空之王最终登定 成为国产变影同类题材中的标根和翘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